凡尔赛条约到底有多苛刻,它使德国发动二战的原因吗? 德国在一战战败后,签署了凡尔赛条约,这份条约可以说是十分苛刻,为的就是惩罚并削弱德国。 当时的战争国们肯定没想到这不仅没有削弱德国,反而加深了德国的仇恨,后面居然卷土重来。 让我们来看看这份条约到底有苛刻,根据条约规定,德国的海外殖民地,要全部交给了协约国,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全部丧失,并且本土领地也被割占了约十二万平方公里,为了限制德国兵力。 该条约要求德国陆军规模,需在七个十,十万人以下,大杀伤性武器被销毁不数。 连一些普通的军事装备也在销毁明南之列,空军要求解散,海军比解散还惨,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舰队被拉到英国舰队矛地,进行自沉。 枪军队缩减成这样,德国怕是连护住家门都难,所以德国政府和德国民众心中的愤怒之火一直在燃烧,只等一个机会,变成熊熊大火。 当希特勒出现,并发表了极具蛊惑性的言辞后,德国民众不堪忍受国内现状,纷纷投身战斗中,可以说凡尔赛条约不仅为虚弱的德国,还令德国人的报复心更强。 可能即使没有凡尔赛条约,希特勒上台后,依然会发动战争,但凡尔赛条约的出现,无疑给德国发动二战,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借口。